一人王阳明开车上路 竟然是被人擦撞肇事逃逸 可以看到画面中呢 其实王阳明的左侧车身 就是被一台马沙拉蒂给开过去 不小心擦撞 不过当时呢 肇事驾驶竟然是没有马上停下 而一路的往前开 气得王阳明当场呢 是立刻的追上去 不过这名驾驶呢 在肇事逃逸的途中 竟然还闯了红灯 直到呢又遇上了一个红灯 才好不容易停下 王阳明按喇叭提醒他提下之后呢 马上上前理论 带来看现场画面 虽然事后王阳明认为呢 自己的车子并没有被擦撞的相当严重 因此选择不报警 不过令他很生气的是 他停下来呢 跟肇事驾驶理论的时候呢 肇事驾驶的态度是相当的轻浮 因此也令他非常的生气 不过王阳明也提醒大家 如果在路上遇到交通事故呢 最好还是停下来报警 比较能够保障双方的权益